如果有那么一个人,愿意一直陪伴你,守护着你,陪你度过每一分每一秒,无论是天荒地老还是海枯石烂,每一个暖春与爽秋,每一个枯树与严寒,都一直陪在你的身边,即便它并不是人,你会有何种想法? 无论系列能够成为ASICS ART制作组里面最为较好的作品之一并不是没有理由的,游戏中想要传达的主题在游戏的开篇便就已经表明,那便是爱能够跨越一切。 爱能跨越物种,跨越生死,跨越离别,是那种即使是你不在,我依旧会想你的爱,是那种不愿分开,不愿离去的复杂性感。 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,但对于圆和茉莉来说,陪伴便是最常情的告白。 一位内心纯洁的灵狐少女,在机缘巧合之下与男主圆相遇,从此圆的心中多了一个无法遗忘的身影,而茉莉的世界也因为圆的存在多了一些不同的东西,而那名之为爱。 狐吉林作为狐吉系列的前传,里面其实交代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,如圆的过去,茉莉自出的样子,以及圆与茉莉的爱情究竟是如何诞生的。 缘分有时是如此的巧合,对于圆与茉莉来说的确有此。 圆作为一位入山研究的学生,在一次户外研究的时候,忽然遇见了一只小狐狸。 一见钟情,还喜欢上了这只小狐狸,而这只小狐狸也恰好喜欢上它,由于小狐狸太过于单纯,以至于没有任何防备就这样傻乎乎的往河里面掉下去,而圆为了自己未来的老婆自然是不能坐视不管,于是连东西都不顾,尽觉得往水里面跳了下去,从最开始的相遇到后来的相识,再到最后的相爱,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自然,简直就是水到渠成。 或者应该说,他们上辈子也是情侣,但这个时候按照传统gillgame的套路,游戏自然是要给大伙发刀的,而制作组也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,茉莉开始逐渐变得透明了起来,圆却没有办法触摸到它,看着一对恋人能够看到对方,却又不能够触碰到对方,我不禁伤心了起来,因为人类与灵狐并不处在同一个时空之中,因此灵狐与人类其实并不能相爱。 游戏里面有一个最直接的例子便是王继与琉璃,王继同样作为一名人类,在机缘巧合之下偶然遇见了灵狐琉璃,他们之间明明也是有可能诞生爱情,但是人类与灵狐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使得他们无法相爱,故事的最终也由琉璃的离开而结束。 按照琉璃的想法,其实就是想要双方都忘记彼此,不要再想起对方,因为这会给双方都带来巨大的伤害,按而不得的痛苦,可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承受的。 其实这也正是琉璃喜欢王继的一个表现,这是因为喜欢,因为在乎,所以才不想要对方因为自己而受到伤害,始终才会选择离去。 他们的故事的确结束,但是两人彼此的命运却还未断开,想要忘记却终究无法忘记,想要彼此都不受伤害到头来最终受伤害的还是彼此。 王继与琉璃的故事,想要表达的便是如此了。 亦或许我们能够把王继和琉璃看作是茉莉语言的对比,王继和琉璃面对困难时选择了逃避,最终落得彼此孤独终老的结局,而元与茉莉面对困难时却选择一起应对,一同渡过了难关,最终两人的爱情修成了阵子,所谓爱能跨越一切不就是如此吗? 说完了前传,就让我们将目光放在湖姬。 作为湖姬的正传,其实我对AA社发售湖姬的时间居然还在湖姬林的前面感到疑惑,后来仔细想想,好像这样子也是一个不错的营销手段。 另外说一下,在湖姬的前面其实AA社还做过一个游戏叫Second Trax,但这个游戏因为太过久远以至于成为了AA社的历史,已经被下架了,所以现在接触到过这款游戏的玩家并不多。 回归正题,湖姬的剧情我觉得对于圆茉莉党来说是比较难接受的,因为圆与茉莉在这一做之中最后没能做到一起,很奇怪对不对? 很想给制作主机刀片对不对? 谁不瞎瞒,我也想。 你能够说茉莉不爱圆了吗? 你能够说圆花心了吗? 你能够说丽雅有错吗? 其实我觉得他们三个人都没有错,在湖姬里面,其实我们也还是能够看到茉莉对圆所表现出来的爱,从开篇其实就可以看出茉莉对圆的信任,以及在湖姬林中蓝色画家也客船登场了,顺便换衣服不反锁门之类的小事情,而这些不正是茉莉对圆爱的表现,而正是这些爱的体现则容使得茉莉离开了永。 关于湖姬中的圆,我觉得其实圆也变了很多,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单方面的,而是多层次的,就比如性格,还有撩妹手法的进步,当然也不排除是编剧的文笔进步了的原因,但我依旧无法忘记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 其实这一座的茉莉和上一座的琉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样的,都是不想要所爱之人因自己的存在而受到伤害,最终选择远离对方,只不过茉莉并不是一味的选择逃避,在适时的时候也没有忘记要照顾好圆,茉莉并非是不喜欢圆了,而是不想要彼此在因为生死离别而受到更大的伤害。 我想在胡基灵故事结束后,茉莉和远一定经历了很多抹断吧,不然茉莉也不会很小心来离开远。 茉莉离开远只不过是想要远的生活回隔正常人的生活罢了,而为了远能够活得快乐,他才是付出最多的人,只是这一刀,我是真的吃不下。 如今重新回想起来,我才突然明白,其实胡基的刀只是为了下一代的胡基所做的铺垫,相信各位其实注意到了,胡基的结局是一个新的远的代表。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这似乎是一个无限四循环,在游戏中并没有描述过圆的父亲,而我并不认为这是制作组忘记了,而是另有所图。 因为稍加猜想,其实你就已经明白了这个循环故事是如何进行的,而如何将这个无限的循环打破,胡基智能的胡基第三作,巧合的是胡基第三的名字叫做胡基无限,如果你还没有看懂的话,不妨换个理解方式。 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之中,时间线分为三条,分别为过去,现在,将来。 而胡基林所讲述的正是过去的时间线,胡基所讲述的是现在的时间线,因此胡基无限所讲述的不就是未来的时间线了吗? 未来有这无数种可能,我愿在这无数种可能之中找到与你相遇的可能。 即使这种可能的概率是千亿分之一,亿亿分之一,我也仍旧愿意不停地找寻下去,或许这辈子找不到,但是下辈子呢?下下辈子呢? 很多东西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,终有一天我们都会长大,会忘记很多事情,并不是我们不喜欢那些东西了,而是因为我们将更加美好的东西保留了下来。 就算最后的我们飞开了,但我对你的爱依旧存在,就犹如这天地一般,更古不变。 我们的爱依旧,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爱依旧,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爱依旧。 雖然不見 但也不見 你會繼續 你時間 會繼續 我 中的 永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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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